来关心天气楼 今天已经来到了周休假期第一天 那么整体的降雨虽然在昨天有趋缓 不过现在处于封面北移的过程 今天封面还在南北摆荡 因此天气还没有真正稳定下来 已经在台湾北部海面滞留风 今天因为又稍微南下靠近台湾一些 因此今天呢 中部以北局部阵雨或雷雨是比较明显的 各地水清量都增加 尤其是下午过后要小心比较强的对流出现 而真正要转干转晴 要到明天的晚上了 但是温度来说依旧是很闷热的 今天北部高温可以来到22到31度 好 雨区预报就看到了 整体的水清量真的比昨天又稍微增加 尤其是中部以北地区 当午后这个对流发展比较旺盛的时候 更是要小心伴随雷急强阵风 瞬间强降雨都有可能发生 因此今天周休下期 如果想要外出活动的话 还是建议尽量避免往山区来移动 因为雨大一下来 这个山区的路况都是比较糟糕的 今天全台都还是有阵雨出现的 那么走势图看一下了 到了明天的上半天来说 依旧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到了晚上天气就会明显的好转了 连北部雨也停了 而星期一星期二太阳出来了 进入了高温炎热的模式 各地都有机会冲上34度 但是南北天气是不太一样的 越往北走越晴朗 中南部则是受到了潮湿西南风的影响 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 震雨或雷雨的情况会比较明显的 而到了礼拜三 封面又略往南移动 因此又带来一些局部性震雨或雷雨 不过因为太平洋高压势力已经增强 今年的封面梅雨季在周三周四 等这个封面又往北抬升之后 梅雨季就会告一段落了 到了周五就会回归到典型的夏季天气 晴朗高温午后雨为主了 小地名要告诉大家 周秀假期雨还是多 那么外出活动要有雨备的方案 尤其午后山区容易出现剧烈的天气 要避免往山上跑 而接下来逐日回温 闷热的时候记得要多补充水分 接下来带您关心 今天各地更详尽的温度预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